歡迎大家收聽《天然加密》 今天有很多話題 當然我們會講述女組的扶基 大家要先提一提 我們今天做節目時已經有財政預算案 封面是甚麼顏色 橫色加柴色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網上看到很多財政預算案 你從此說到 之前有個洞 我真的不懂得說 純粹角度就是現象 意象不好 他是不是特意的 其實如果他用紅色更好 為甚麼呢 因為現在是新精頭 雖然過了新十五 但仍然是精圓 你是喜慶的東西 希望開心的 當然是用紅色 紅色還有很多種的 紫色 但為甚麼要搞個幸家產 真的不明白 好像想賭米 我真的不明白 我真的想不透 當然我想不透是正常的 想得透不是我 我只想不透是你做 我只想不透是你做 我只想不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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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真的不透是 不如製造黑色的 不如製造黑色的 藍色也可以 藍色也可以 我不知道為甚麼 藍色是他們的顏色 藍色是OK的 他們是否不能用黃色 藍色是很漂亮的 我只是不透是 我又不明白 真的 另一件事我們也要提一提 是否在昌康城 是呀 那裡有個蛇鎮 我真的想你做一件事 你出來數數香港有多少蛇鎮 是很多的 幾年前我們在神秘之夜都提及過 除了游泥碼頭 或者對著仙中山公園 西九地域的填海出來的圖 現在有一個隧道口 好像是蛇張外口 是 隧道口 北角的隧道出去 從中環上來 是近IFC那裡的蛇頭 那個蛇頭其實很沒必要 它擺明一個是 你道道我都說沒必要 青竹蛇犯殘頭 還有現在傳聞說 就是K11 廟師 包括一些在海邊 有些好像是瓦傘頭 但其實它不是瓦傘頭 是遮不了東西 遮不了太陽 遮不了雨 只不過形狀就是這樣 還有甚麼呢 西九海旁邊的公園 都會有一些這樣的設計 再來就是 剛才你說的出刊城 看下去那裡 又是一個蛇 它現在在上面看 真的是一條蛇 是的 就是打了圈 但是那個是政府工程 而且是起得慢 現在搞得有些吵 有些人覺得是影響我們的風水 其實如果你說風水 其實住在附近的那些 除了有沒有緣份 你們聽到 就是你可以擺一隻大龐金次鳥的 一個 我也要擺一隻 一個裝飾品 或者一個 你介紹一下 你可以去買 香港沒得買 就塗了 無論如何都好 總之你找大龐金次鳥 掛在窗邊 向著 微微向下 如果你住高層 就向下 是吧 就好像一些雀鳥破 就是這些鷹破蛇 因為在佛經裡面說 就是天龍八寶 這次是尊食蛇 是的 尊食龍 因為龍就是蛇 是的 蛇叫地龍 但是 你環顧一下 其實我們有一個宗教 有一個神奇 在道家都有 不斷就踩著蛇和隻龜 是吧 左龜右蛇 一個是原武 一個是豬鳥 一個是原武 還有這個蛇 那個是甚麼 蛇 左青龍 青龍 應該是豬鳥和原武來看 應該不是青龍 青龍就是一條龍 是的 如果你說在風水角度 我就會這樣看 但是你會否懷疑這個 真是一個大陰謀 我會的 我不明白為何 我們也說過陳青東 以前建建的建築物 不會這樣的 都是方方正正 或者比較不會硬硬的 你不會走去彎彎曲曲 是的 例如說那個隧道口 那裡是窗口的蛇 是的 你不需要這樣起發 是的 為何它好像那些蛇 那些車走出來 好像有一條蛇套的東西出來 那它寓意套些甚麼呢 大家去想想 有人解讀不同 但問題是一件事就是 為何要這樣做 有甚麼好處 是嗎 在風水角度來說 這件事真的沒有好處 沒有好處又大規模做 是的 我真的想不到有甚麼好處 那你這樣搞 不如我們加加護裝 就達金刺鳥的地方 其實是的 當然 大盤金刺鳥是其中一種 如果你說 我喜歡一隻貓頭鷹 就貓頭鷹也可以 貓頭鷹也是吃蛇的 都破了它的風水陣 你都是鳥 一隻鳥來的 破了風水陣 只不過大盤金刺鳥 是一個代表了 例如可以高規格一點 去看鳳凰也可以 而且它是代表金 蛇代表自貨 自有合金 包括甚至有些師傅有說 譬如廟師那邊 K11它像蛇 有些人說 新自合 放一隻猴子 如果想那個陣勢更完美 其實放一隻雞也可以 或者放一隻大鳥 就代表了一個有金 自有醜的合金 就黑了它 不要說黑 就是先合它 找一件事跟它玩 對不對 好像今年說 甲晨年太歲 你犯太歲 家裏在太歲位置放一隻雞 神有合金 就為隻雞跟條龍玩 陪著它 讓它不要搞搞陣 為甚麼 即是為甚麼 即是不明白 真的不明白 為甚麼 真的 所以你說有甚麼辦法風水 即是有時 怎會不好 這件事 真的 想不明白 想不明白 我們就說說這個女組 你先說說事源是怎樣 怎樣事源 第一件事是否每年都會有人去壇 是的 每個壇或每間廟如果有出符記 很自然祖師爺會幹壇 會講當年的運勢 包括當然未必只說香港 世界 當然他也會說香港 當然有女組壇 有關帝 或者有 通常度假都是女組 或者黃大仙 簡單一點 上集我們說的是黃大仙師 赤松黃大仙師 現在我們準備說 當然也要補充 其實上一個機民 還有下半部分 不過下半部分我們不說 下個星期才再說 為甚麼 因為剛才跟堂長商量 因為上個星期說的機民 剛好今天施政報告出 以及女組現在說的機民 是很吻合的 現在女組這個機民都是一間盜寫出來的 他都放了上網 只不過我有個學生見到 就傳給我 看一看 看到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這個很長 是的 他有分六張paper 當然他是六張的 不過他頭一張 其實都是講公賀說話為主 然後來到後面的五張 都挺應景的 其實我看到有一件事是甚麼 挺吻合上次黃大仙師那張機民 雖然兩個地方不同開出 不同地方開出的機民 有些地方吻合 當然也有各有的不同之處 其實我會意會到甚麼呢 原來神仙都會有甚麼 不同的看法 其實好像人一樣 我們僅有一種觀點角度 人與人之間僅有一種不同的看法 其實原來神仙都會有 就是這樣 我們說一些應景的 其他一些官藥文章開場白 我們也不說了 因為開場白的主要主要是 功賀新春和港系 順陽帝君 降機降壇 是元民的意思 如果由正式第二章開始 第一章他也是講一些關於功賀說話 而第二章開始我們是講甚麼呢 就正式入題了 第一句就已經講了 勤將甘露鮮來賜 足有諸善 康見真 即是很簡單 頭一句就已經是甚麼 賜你甘露水 大家喝了 賜了就希望來年 即今年甲神年 大家健康快樂 最重要是這一點 珍福 珍受的意思 新春歲首開圓文 水港依舊攀恩綱 水港還是香港 對 水港就是香港 新春代表 這個正月份開壇了 有個懸機 要和大家記錄給大家聽 水港就指香港 依舊攀恩綱 依舊 即是大家都想甚麼 維持好像以往一樣 這麼繁榮興盛 第三句是 諸事受制難開展 欲急前行更難行 其實 說到這麼悲觀 為甚麼說到不悲觀 這一句就好像真的 諸事受制 凡事都有很多阻滯 很難開展 欲急 即是你不能急 欲速則不達 你急更衰弱 浮雲盡是黃金夢 夢來夢去亦是夢 更明顯是浮雲美 很多事都是過眼雲煙 大家經常說 一個黃金夢 即是想賺錢 香港經常說 香港生金蛋 以前 以前 沒錯 但夢來夢去亦是夢 為甚麼 這麽強調的夢 因為如果大家對 呂祖先師 呂祥祖先師 有一個了解 其實他自己有一個報告 我很清晰的 因為他個人的報告 有一句叫 旺麗夢角望世上於功名 即是告訴世人 其實我們在世 只不過是一場夢 不論你有在世的時間 有多榮華富貴 戚渣風雲都好 你始終是甚麼 你都會離不開 你總有一天要離開這個世界 所以都是一個夢 民生劍虎皮肉爐 老友姬民虎身淫 這個很明顯 在說民生 民生即是劍虎皮肉爐 即是甚麼 很明顯 當然不是皮開肉裂 在街上 可以說是經濟上困難 或者是過一些比較艱苦的生活 現在的確是艱苦 大家要喊救救命 甚至乎老友姬民虎身淫 即是說有些人三餐不飽 但是這個姬民 我們是否比喻式的理解 因為我很難相信香港是一個地方 沒錯 即是比喻式 即是說很多人沒有一口好吃 賺錢就辛苦 喊救命 賺早不得晚 對 賺早不得晚 但是說到機民 大家應該有發現 自從開關之後 街上有很多甚麼 很多丐幫遮詞 是吧 很多唱歌賣唱 是吧 但我一樣不明白 現在食環署嗎 是吧 沒有 執法很嚴重 擺出少許 又抄 有兩套標準 我在這裡走出去 有些生果店 是 那些都照佛的 擺出少許 現在擺出擺出去 因為人家做生意 店舖 即是給了錢 根本就不夠用 是的 那你是不是食環署 要針對這些 通街那些走來香港 是 冷戒的 那你又 即是說 我想說 那些是影響事容 當然 你看到真的不安慰 為何這些又沒有人執法 因為這些都是影響事容 是吧 即是不要說 是否絕無其言事成分 但問題是說 這些都影響事容 為何沒有人來 那這些又不是嚴厲執法 還有一件事 那些是旅遊進來的 不可以在香港行客 根本就違反了 入境條例 是吧 這件事我們當然是小市民不明白 是吧 只不過有一個質疑是甚麼 接著繼續 經濟空境各神流 這個神是海市神流的神 找地民生衣食行 找地的可以說是貼地 即是甚麼 經濟現在就是空境各神流 即是甚麼 很多東西是一個虛幻的 其實我們這個說之前 我們說的直連卦已經說了 是的 即是是否離卦 我忘記是甚麼 直連卦還未說 說立春八字 我一定說過的 直連卦還未說的 直連卦是準備了在這裏 不過太多白胎就未說到 再來就會說了 找地民生衣食行 即是民生當中是衣食 他沒有說住 衣食方面就出了一些困境 簡單說 經濟空境 境是警方的境 即是經濟不行 大家都看到 再來就是蠶花吹來經濟雨 好境不常紫荊花 紫荊花很明顯就代表了香港 是吧 蠶花 即是會否說 這朵花就比以前信息了 這朵花比以前信息了 吹來經濟雨 即是說有沒有一些 叫做 是否叫及時雨 能夠可以舒緩今年經濟狀況 你說了這件事 今年就不派錢 是啊 即是沒有 等於看立春八字 也有說這件事 我都說看不到 都沒有 去年那個是有 去年那個有 我們是看中了 再來 春雨 不是 春來福雨有幾許 現在就是春天 你機民就是正正正這個機民 在正月初三時開出的 即是2月12日那天 在說春天 春來福雨有幾許 即是有多少雨露可以幫到手 以及他說政令奔波馬不停 這句很明顯 即是說有些政令就是馬不停 奔波會不會是代表了甚麼 即是總之有很多事情要搞 但就未定到一個可行的方案 你真是千萬不要這樣說 現在在搞很重要的事 你千萬不要這次撒嬌 是啊 會不會是這樣嗎 大家理解一下這一句 但好像說過很多都是這樣說法 是啊 搞來搞去只有一個吉 是啊 馬不停 是啊 馬不停其實是很忙 忙的意思就是 即是馬不停就是很忙 忙不知忙甚麼 好像忙不到一個甚麼 結果 忙不到一個結果 或者忙不到一個重點出來 是吧 最重要是做事做人 就是要有重點 再來 這一章說完 這就是第二章 第三章 第三章就是 起色未見價高樓 價高樓 即是說樓價還是甚麼 它又不是樓價高 它是說價錢 在高樓的價錢 即是未見到甚麼 適合價錢 或者可以這樣理解 但與此同事 今天亦宣佈了 就是全面撤納 前面撤納的動機 是想樓價穩定 即是說這也是不行的 但問題是這句話說 接著一句話 重重徵稅眼前邊 即是與稅行有關 現在才爺撤納 撤納是否代表了 配合祖師所說的 重重徵稅眼前邊 這個減了 是否真的對樓市有幫助 我們只能夠說這句聲目以待 但你說這件事 現在有很多東西加稅 是的 你見樓出街 你拍車又可能抄牌 炒得很厲害 你過馬路 如果你是不小心的 又被罰錢 是的 你放在街上 現在已經是了 你亂扔東西又罰錢 煙稅就加了 即是現在重重加稅 是的 在這裏就這樣說 重重徵稅眼前 記住這個不是現在財政預先 我出了才說 是的 這個是2月12日時 這張機密案 不過我們今天才在節目上說給大家聽 即是我們照讀 你也不是不相信 還有跟著 路有大陷要小心 陷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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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即是現在我們在這一年 人、市民走的過程當中 在這個生活過程當中 很容易遇到陷阱挫折 我理解就比較自免 我覺得現在起起起的路 隨時會弄個洞出來 亦都不出奇 跟著這句 還有你發的跑堆東西倒 是的 這是這樣的 再來是長明拍門沒有詩 詩文的詩 長明拍門沒有詩 即是屋拍門是否沒有人應呢 即是沒有人住 即是有更多人離開 是的 即是屋子雕空在這裡 回來福去紫建宅 開展南望新家園 這個亦都很明顯 回來福去紫建宅 即是會否說了甚麼 你走來走去都好 你怎樣想都好 都是一條窄路 或者不得勘莊大道 這個意思 開展南望新家園 南望 即是有一個比較 又難的一種前景 是吧 因為你人 當然想越住越好 是吧 我們經常說的 百姓當然想安居樂業 是吧 住大屋 或者住到一個合自己心意的家 經常都說的 有錢你買到一間屋 但你買不到一個家庭 這個東西都是一個 一個 或者我們叫哲學的思維去理解它 事來應急馬鹹田 百面威風小兩邊 事來應急馬鹹田 大家明白 好像捉象棋而已 事急馬鹹田 現在有些事情都是頂住當先的 很多事情都是臨吉臨 都沒有經過心思熟慮 所以就去做了先算 現在你看到我的政府都是這樣 我的財測是怎樣 你知不知道是甚麼 發債 是吧 發債 發債即是借錢 即是借錢頂當 是吧 即是借錢到人 借錢頂當當然不是藏遠計劃 但你要還的 當然 借了就不用還 是 你要還 除非想著不會還 甚麼借錢要找中介 借錢要還 還得起才好借 是吧 百面威風小兩邊 百面威風小兩邊 即是甚麼 我們經常說四正四如 就是百面 即是百方 少了兩邊 即是有兩邊 沒有水稻 會不會呢 少了兩邊 要少哪兩邊 大家自己想 是吧 經常說 很多 很多甚麼叫撤資 離開了 是吧 香港很多時是吃世界的百方財 但現在就少了 航行清明只見船 銀行的航 或者叫做恆恆 是吧 恆恆清明只見船 船尾動岸 難進言 這個說清明就代表了甚麼 代表了月份就在清明節開始 是吧 只見船 船就代表船運 大家都知道早前有報道說碼頭也很安靜 很安靜 沒有甚麼貨運到 船尾動岸難進言 即是甚麼 你拍不到岸 即是那些東西運不到你 即是說會不會連貿易運輸那方面 然後繼續保持 那你看看葵松貨的碼頭之 是的 你有沒有經過 有 真的空空的 空的 整個貨的碼頭 現在是沒有貨 我前兩星期都說過 以前在街上看到大貨的車 是有很多貨運輸的 是有很多貨運輸的 即是在街上走 沒有 一架你都見不到 我都有個老朋友是做運輸的 他自己開運輸公司的 他都少了生意 他自己都說 他都說過 總之一隻櫃的食物鏈很多 一隻櫃到了 20尺40尺的食物鏈很多 可以層層賺錢 但現在沒有了 所以搞到都少了事 再來就是 奇花顯露在前邊 緩和美時時美緣 奇花顯露 那是不是 清明之後 那是一個夏天 清明之後就踏入夏天 奇花會不會突然有一些好事發生呢 在前面讓你看到 緩和美時 暫緩 暫時可以幫到手 會不會這樣 這一句 我回想起立春八節就好像什麼 我們說立春八節就說 夏天有個小陽春 有一些叫做回暖的 在經濟上的回暖 但入秋之後又不是這樣看 入秋之後又有第二個世界 繼續 神來之不把關定 進進出出復和變 埋伏的復和變 神來之不 即是說會不會有一種 叫做什麼呢 那些制度 或者那種叫什麼 定落到一種 那些叫什麼 政策 神來之不 把關定 有個政策定下來 那就可以做什麼 去執行 但他接著這句就進進出出復和變 即是說 就算定了這件事 都可能的幫助不大 還有寫著復和 復和變 即是有點危險 而接著就說到秋天 中秋美景 本事緣 虎痛雙尖 難免緣 這一句就好像 我們說的立春八字 說入秋之後 那些東西就開始向下調整 那也還有半年 是的 還有半年 所以就說 上半年會比較嚴重 下半年會比較差 再來就是 第四章 第三章說完了 第四章 勤勞一載 谷難收 大家都明白 谷難收 秋天就收成期 但最嚴重的是 你之前勤勞 你勤勞也沒有收 你勤勞 只探時運不復原 其實就說了甚麼 一向都說 今年是一個叫做艱辛年 即是說付出是新勞 但是收穫就未如理想 所以要積谷防機 即是說 今年賺錢是艱難了 這句話都很應驗 行內既經有四座 行內即是冬天 事在垃圾難收 完 這句話很應 是否剛蝕垃圾清廢 這件事 因為它說到行內既經又四座 行內即是立東開始 因為現在延遲到八月執行 我判給你八月也搞不定 是 事在垃圾難收 其實垃圾永遠都會有 你便收不完 這句話好像對應垃圾清廢的現象 加聲 美名難出海 加是加減的加 升是明星的升 加聲美名 美麗的美 名字的名 難出海 好陷回首 掌杯回 這句話如何理解 是否代表香港的明星 已經很難再響出國際 我想你也不用猜 難出海 即是出不了你的圓門 是的 你香港就是圍著海 我覺得這個不用猜 還有抱陷回首獎杯回 即是有些東西 喂 反過來 即是 你參加任何比賽都有 贏了有獎牌獎杯 獎杯回 回即是收回來 即是你贏了的東西 也要吐出來 是的 會不會是這樣的 接著再來 披荊斬擊 甲臣稅 甲臣即是今年 即是說今年是甚麼 披荊斬擊的 滿身刺痛華未完 這句話是祖師說的 我不是賴祖師 只不過是照讀 大家明白這句 急急收省 收 收省 應該說 省善珍堂的省 善多眾 即是叫人快點去做多些善事 是吧 就算你平時少做 你都不妨多些去做 趁今年 方保東豬 換美名 即是東方之豬 但修善這個 好像不是叫市民 是吧 因為你要補東方之豬的名 因為它方保東豬換美名 我覺得祖師仍然很樂觀 因為還有東方之豬的名譽 但是如果今年不去做多些善德的事 那就難保 對 那就難保 大家明白了 這種善事 簡單一點 凡事不要虛盡 緣分勢必早盡 你說聽先師說 我真的比較悲觀 是的 比較悲觀 我再來 衰月流 你說 因為我們今天都讀了很久 你這麼清楚的事 不如我們留下一集再說 還有三張 還有三張 是的 這次說不完 是的 留下一次好嗎 都可以的 無所謂 就這樣 好 我們下星期再見 好 拜拜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